Omicron BA點四 BA點五 叩關臺灣邊境一次出現五例 傳播力比國內正在流行的BA點 突高上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全球已經超過四十國縣宗 臺灣在邊境出現 近到社區 專家說可能性高 專家推估BA點四 BA點五 疫情規模不會比BA點兔大 真正的敵人 應該是下個出現的新變異株 我們就等待說下一隻 在他的蛋白上就又變化更多 那讓我們抗體更難綜合 然後也跟人類細胞更容易融合 然後會跑出BA6 或者是別的病毒株 或者Dilta又跑回來 再來年底的時候有一個缺點 就是第一個天氣變冷了 第二個邊境可能到時候比較鬆 入境將縮到三加四 專家說應該觀察一個月 搖趁秋冬前把疫苗打好打滿 因為碰上BA點四 BA點五 根據臺大公衛學院分析 沒打疫苗的人染疫 感染後的血清抗體效價 都會下降七倍之多 有打疫苗的人 雖然仍有影響 但幅度較小 那BA點四 BA點五 就跟BA點二的抗體的效價 是成為那個BA點二的四點二分之一 所以說那個其實你再度感染 那個BA點四 BA點五的機會是很高的 指揮中心則維持一般民眾打滿三劑 高齡免疫地下族群 建議打四劑為原則 面對新變異株親門踏戶 要戒慎 但不用恐懼 今天新聞 李宇哲總統 請見 李宇哲總統